贵州 平唐 2016年7月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 在这里建成 500米口径的球面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大小 综合性能是世界第二大望远镜阿雷西伯的10倍 被誉为中国天眼 在目前的试运性阶段 寻找脉冲星是FAST的科学目标之一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 离不开长期在这里进行深空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们 作为一名天文爱好者 2011年的夏天 潘之辰考入了国家天文台 2016年博士毕业后 担任助理研究员 在博士研究生期间 开始参与搜索脉冲星的科研工作 人类为什么要找脉冲星 实际上它是 比如K&T物理的一个分支 你要做科学 发现是第一步 脉冲星是一个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球 但它非常重 在太空中非常快地转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准的钟 它甚至比我们人类能造出的钟更准 如果宇宙中存在这样一个特别精准的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认为它是宇宙中的一个时间基准 认为它是宇宙的一把尺子 然后我们有的尺子更多 有各种各样的尺子 我们照样宇宙能照样得更好 照样得更准确 所以大胆地想 说不定万一外星人哪天我们找到呢 那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说不定我们以后每天转播一个小时外星节目 脉冲星的发现 可以为我们揭示更多极端物理条件下的物理规律 截至2017年底 FAST已经发现并认证了9颗新脉冲星 然而 能有这些超出预期的发现 与负责望远镜调试的工程人员 密不可分 不过那其他那个 那故障处理完了是吧 那10号肯定装不了了呗 今天都已经是8号了 今天9号了 20号能装完吗 好 有你这话也行 找我吧找你 测量这块是 然后把下面它装上 江鹏是望远镜调试工作的技术负责人 好吧 每晚的例会 是他了解各小组进度最快捷的方式 那你还不都还得转过来吗 主控室内 江鹏和这群年轻人 正在解决着 射电天文界 没有任何先例的 颠覆性技术难题 最晚的创新的创新 从开始一直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停过 以后还会有 只是一个概念的创新 需要很多专项技术创新的支持 看着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 你想把它做成现实 你中间就是要附出很多很多的 你预想不到的 努力 就这项工程 只要拿到结构去评数的话 也是其很多项目无法企及的一个 结构工程 你像它的环粮 500米的环粮 是放在50根柱子上 它随着温度的变化 整个环粮是可以自由地膨胀和伸缩的 这就是温度应力释放我的新的方式 此外 天眼的视网膜 是由4450块反射面单元组成的 面板下的2200多个下拉锁 固定在地面的触动器上 通过触动器控制锁网的形状 将球面变成抛物面 与此同时 天眼的瞳孔溃圆仓 是由六根钢索 将仓体拉升到140米的空中 与泡物面汇聚成焦点 从而进行天文信号的收集和观测 定位误差不超过10毫米 另外 7000多根钢篮支起的这张巨网 是世界上跨度最大 精度最高 工作方式最特殊的锁网工程 你可以想想一个世界第一都搞了筋疲力电 它有三个世界第一 有任何一件事你最后没考虑到 最后对你忘记都是毁灭性的 所以对我来说压力最大的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我怕犯错误 就有一次半夜吧 就是突然想 哎呀自己好像有参数输错了 就几秒钟一身汗全出来 爬起来就打个电脑 咔嚓 来看看我输了参数就没有问题 查一遍之后发现没问题 一盒电脑睡觉了 一个人类的超级工程 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逐步实现的 对于长期坚守在这里的科研人员来说 山的那边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在我们站实际上也不能说完全与世隔绝吧 因为我们附近最近的镇可能都有七八公里路 而且就是说因为这个防干扰的原因嘛 手机信号肯定是没有的 就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个 那个交通基本靠走 沟通基本靠喉 Marco can you hear me do you have another sheet with a light color 中国人建造的天眼 也吸引了外籍尖端科研人员的加入 它应该是属于 应该叫做前南斯拉夫萨维亚 那已经待了将近三年了吧 所以我们也就经常在一起会交流 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出去 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比如说出去摘点琵琶 是因为这个新的设计 是因为这个新的设计 它是最大一样的 世界上的设计 我来中国的设计 对于一个全世界灵敏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来说 调试的目的就是让它的性能逐步达到最佳 如何攻克每一个环节 完成每一个时间节点的目标 是江鹏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大的难点都是技术问题 很复杂 它是涉及到各个专业 像结构 力学 天文学 控制 测量 电子学 所以你总有擅长或者不擅长 有些东西必须要把所有人团结起来 近期是在做19波速 也就是说这个接触机装上去之后 人外的系统不需要做任何调整 它灵敏度可以提高三倍 然后同时它的天气覆盖会扩展到原来19波速 望远镜的调试工作还在继续 在FAST暂停观测期间 潘之城抽空前往十公里外的刻度阵 今天他要去做一件特别的事 上课时间快到了 请做好准备 请各地中学八一班 七二班 七三班 七五班的学生 现在马上到监制教室进行听课 同学们大家好 后排能听清楚我的声音吗 好 我想大家应该是属于离我们的望远镜最近的一个中学了吧 但是可能没有亲眼看见过对不对 所以我尽可能给大家多带点照片 让大家从各个角度看一看我们的望远镜 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以及我们需要学什么东西 其实我去讲的事情很简单 就从最基本来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要看星星 再往后为什么要用望远镜 以至于到我们眼前的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望远镜 这么大一个望远镜摆在这个山里面 相当于是对当地人民 就是说一直对于我们这个望远镜建设也好 对于我们各种就是后勤的支持来一个回馈吧 实际上就科普始终是一个就长期的过程 因为你就好比说是撒一片种子 然后这些种子它可能不一定都会发芽 但是它如果发芽里面有若干的开花 然后开花以后进一步的结果 它又能散布出更多的种子 它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只要我过去 然后尽我所能把我知道的事情 继续的通俗地讲给他们 说不定三十年以后 我们就真的用了你的想法 来进一步做我们望远镜的维护 那就是这些了 一堂天文课或许并不能对这些孩子们的未来产生改变 对于潘志诚来说 他期待的是那些种子 或许能够在对的季节预见适合的土壤 从儿时第一次用望远镜看星空 到成为一名国家天文台的助理研究员 他逐渐明白 那片天空并非是天文爱好者想象中的那么色彩斑斓 其实我当时从小学初中高中身边都有各种同学 他们跟你一起看星星 最终能回到天文这个行业 就剩我一个 所以后来北师大学的老师他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确定你到时候考到国台来 你还能继续做你不会厌烦他 我说我到那个年纪 我对这个学科的认识 不仅仅认为它是自然科学一个分析 我还知道了他背后所有的人和事 而知道这些事情以后 我不但没觉得枯燥 反而觉得我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 就这个答案 当时那位老师他觉得我回答得非常好 而且我现在也觉得 我当时应该是想明白了 从一个大胆的设想到最终建成 FAST 这个令曾经的总工程师南仁东 倾尽毕生经历的超级工程 跨越了22年 历经三代科技工作者为之前赴后继 我都觉得比较神奇的是什么 你儿时有很多梦想 这个梦想甚至荒唐到 你儿时都觉得你不可能实现 但是你准此刻你就觉得 我现在可以去实现这个梦想 这真是一个很神奇 很不可思议 但是让你觉得 我该好好努力 应该继续做的一件事 当FAST正式投入运行后 它将帮助科学家探索百亿光年以外 宇宙边缘的微弱信号 实现太空无四角监测 中国天眼将改写人类 对于宇宙的认知 电是驱动人类生活生产逼不可少的资源 在中国 为了能够使电力供应更加均衡 往往需要一些更为大胆的尝试 在四川云南交界处 金沙江最狭窄的山谷里 一个庞然大雾正在迅速地成长着 乌东德水电站 三年后 它将为中国南部的大范围地区 提供电力支持 乌东德狭窄的山谷 使得金沙江水的流速 在这里变得湍气 非常适合水力发电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再低一点 好好好 水电的话 现在位置的话 仍然是最有效的清净能源 而且在我们国家的话 依然是很稀缺的 建好一座中国第四 世界第七的水电站 乌东德的工程师们 必须解决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 想要承受住金沙江水的常年冲击 离不开水泥的胶筑 然而这项最传统 也最寻常的施工手段 却在乌东德变得异常接近 乌东德是全世界300米级 最薄的大坝 大坝主体由15个坝段 858个仓位构成 混凝土总胶筑量达到280万方 相当于800栋30层高的居民楼 10号坝段预计胶筑时间为36个小时 胶筑量约为5000方混凝土 混凝土的话 它有很多雷阵雨 可能在云图上面都没看到了 但是它会突然一下子出来 混凝土的话 它有很多雷阵雨 水泥 石子 沙子 它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水 如果是降雨的话 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影响了这个混凝土的这个叫 我们叫配合笔 一旦干了之后它会成为一个气孔 气孔的话这块就像一个薄若面了 薄若面将意味着有可能开裂 开裂会是大坝功亏一篑 这是蒋龙所不能接受的 而眼下乌冬德已经进入汛期 雨水将比平时更加频繁 未来几天将会有一场大雨 蒋龙必须赶在大雨到来前 将这一仓位搅注完毕 特殊环境所给予的挑战 不仅仅体现在地上 在蒋龙脚下300米深的地方 一座创世界纪录的宫殿 正在进行着室内装潢 厂房的开花尺寸333米长 宽度的话是32.5米 高度是89.8米 这个高度在世界上来讲 还是最高的一个地下厂房了 由于乌冬德的地势原因 地下厂房无法横向大面积铺开 所以只能采用增加纵深的方式 来满足基础的空间需求 这些看似乌牛壳的装置 将为发电机起到引流的功能 目前效果非常好 这样的话你们这个不管是坐环还是窝壳里面 这个监测测量的人员一定要24小时 只要是有混凝土焦住的过程中 一定要保持有人在这个现场 就是尽量还做一些备用的一些措施 保证我们这个焦住的连续 简崇林对于施工只有一个要求 2.5毫米 这个混凝土的这个液态 它有一个上浮力 它会把这个窝壳抬动起来 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窝壳安装偏移了 整个基础就无法安装 所以我们窝壳的话 抬动值是控制在2.5毫米以内 未来数以万吨的金沙浆水 将通过这些窝壳带动发电机 为几千万人口持续供电 水泥浇注离不开砂石料的供应 为了保证十号霸断 赶在大雨到来前焦筑完成 蒋龙要亲自到砂石料厂来检查原材料 这些拳头大小的石块 将在搅拌后变成一座300米高的大坝 从而让这头处理于金沙浆峡谷里的巨兽名副其实 我看970系统那边日产的话 就是白搬加夜搬能达到七千方了 就你们这边配套的供应应该是要达到多少 就是说能不能跟得上 现在来看还是能跟得上 因为我们也加班加点的在生产 那现在这个皮带机的运行的话 都是一切都正常的 现在一切都正常 没有用汽车运过吗 没有用汽车运过 还没用 保障率还是蛮高 砂石料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不存在果粉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含力量的问题 调整一下配合比 调整某一个原材料的配合比之后 它可能又会变得要好一些 然而最让蒋龙担心的 还是随时会到来的大雨 沙石料场通往大坝的必经之路上 有一座阿桥沟大桥 这座桥让蒋龙明白 乌冬德气候所制造的困难 究竟有多大 我实际上是有遗憾的 第三年 这个原因 突然的话来了一场寒潮 中业温差的话 到了二十度以上 凌土 台北厚的 一较江湖的水大体 也就是中业温差过大 在一些 细微的这个练练 我没有检查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 可能就作废了那种 一直及时的这种分析原因 其实去处理 当身体 和这个 我们一站上的一些 就业的 一直呆呆呆呆地 往那里 强度的这个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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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坝能够尽早军工 如期开始发电 乌东德的水利工程师 一年 只有不到六十天的假期 许多人选择把家人接到这里 为了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这一年 蒋龙和简崇林 是2012年 乌东德建设之初 同一批来到这里的应届毕业生 当初的九个人 如今留下来的 只剩四人 你们家时期现在还多久 快两岁了 明年这个时候 估计快回家了 牧原还可以待 待个两年 牧原是吧 能不能待两年 在工地嘛 你在上幼儿园总要回去嘛 对 随着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一家三口 将不得不接受 常年分居的状态 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小孩成长的问题 实在不行 就还是跟着呗 跟着不行的话 我来教他嘛 对于家人的陪伴 总是不够的 十号霸断 能否顺利交助成功 才是蒋龙最担心的 一场小雨不期而至 今随其后的可能是一场大雨 很不容易 你看这一场 notwend 其实我也要几十号的啊 看来这这块布的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弯吧 那怎么行呢 最长的就是 这个是30分钟 这个建篮局的话 也是标准的1米5 建篮局有的1米5 标准的1米5 几个小时之后 在大雨到来前 10号霸段顺利焦筑完毕 明天12号霸段开舱 新一轮的焦筑工作即将开始 十年是一座大坝从无到有的时间 然而对于水利工程师来说 一生当中却难得有几个十年 能够见证一座世界级工程的兴建 乌东德水电站 这座金沙江面上的巨兽 在三年后将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世人面前